盘点那些被误解的动漫台词 人被杀就会死 出自Fate系列中 卫公侍郎的独白 由于这句台词单独来看就是一句废话 因此被很多粉丝调侃 甚至用来黑卫公侍郎 此梗最早流行于欧美宅圈 后来油管知名动漫博主GIGAK 在点评FateZero的视频中 反复吐槽这句台词 使其广泛传播并蔓延到中国 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路人观众的误解 其实这句台词在动画里面完全没问题 只是Dani出来有些喜感 因为卫公侍郎体内有剑鞘阿瓦龙护体 持有者不会衰老 即使受到致命伤也能复原 所以卫公侍郎即使被杀也不会死 但为了对抗吉尔加美时 他将阿瓦龙还给了Sabre 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 太过依赖阿瓦龙 助长了自己的鲁莽 这样下去是一目了的 只有知晓自己的脆弱 才懂得趋利避害 才会更加谨慎 典型的反例就是团葬 仗者自己一手的复活臂 最后把自己浪死了 所以卫公侍郎果断让出剑鞘 说出了这句经典名言 虽然人被杀就会死 在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对于某些作品决赛来说 还真不一定 比如你对迪亚波罗说 人被杀就会死 他肯定会说 还有这种好事 因为在黄金体验 中文曲的作用下 他会不断经历死亡的体验 但永远无法到达真正的死亡 类似的台词 还有柯南剧场版 漆黑的追踪者中 柯南的经典名言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我还算什么厨师 出自中华小当家第49集 因为这句台词 前后毫无逻辑 你能不能保护心爱的女人 跟你是不是厨师有啥关系 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雷人 因此经常被粉丝调侃 但这句台词依旧要联系剧情来看 当时小当家和都督 被黑暗料理界的人困在山洞里面 虽然身上有一些生米和香菇 但没有淡水 无法烹饪食物 两人也没有找到出口 而都督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 饿到昏迷 小当家却束手无策 回想起自己每次遇到困难时 都是因为有都督在身边加油打气 自己才能克服难关 然而现在看到心爱的人饿到昏迷 自己身为厨师 却没有办法为他饱餐一顿 出于自责的心理 才说出了下面这段台词 哈吉米出自赛马良第二集第十二集中 东海帝皇唱的蜂蜜之歌 因为旋律非常洗脑 加上可爱的语气 受到众多粉丝的喜爱 所以诞生了很多二创视频 其中UP主金桥刹那 与动画克兰奈子中 春圆阳屏的专属BGM两个笨蛋为基础 创作了一段东海帝皇的调音版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可以泛指一切可爱的事物 但实际上哈吉米在日语中 是蜂蜜或者蜂蜜饮料的意思 因为东海帝皇喜欢蜂蜜饮料 所以才哼起了这个歌曲 不过一有网友表示 哈吉米在日语里是蜂蜜的意思 但在中文里已经演变成了猫咪的意思 或者一切可爱的事物 在虚构故事中寻求真实感的人 脑袋一定有问题 出自梁公春日的忧郁第二十二集中 阿虚的台词 当时阿虚他们正在陪梁公春日拍摄电影 但梁公春日根本没有准备成文的剧本 想到什么就拍什么 经常改动设定 还提出很多无理的要求 导致阿虚被折磨到身心俱疲 于是再看到梁公春日说 潮品奈学姐平时穿女服员的装扮 太没有现实感了 又要更改设定的时候 才忍不住吐槽 其实就是阿虚对梁公春日反复更改设定 琢磨他们的抱怨 在这个语境下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这句台词演变成梗石 却遭到了误解和滥用 起初粉丝用这句台词来讽刺杠金 这里的杠金是指那些不顾作品设定 强行找现实感的人 或者用现实的人类道德 来评判角色行为的人 结果后来却被杠金和一些作品的无脑粉丝 改造成抬杠武器和洗地工具 比如你吐槽一部作品 剧情不符合逻辑 设定不够严谨的时候 他们就会用在虚构的故事中 寻求真实感的人脑袋一定的问题来攻击你 以此维护这部作品 或者你在研究作品的剧情和设定的时候 别人用这句台词来讽刺你 觉得你分析之间没有意义 因此大家很讨厌这类人群 于是有了银石贴阿虚的梗图 以此来反驳他们 而且这句台词本身就出自一个虚拟故事 把一个虚拟人物说的话当成圣经 去反驳别人在虚拟故事寻求真实 本身就自相矛盾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 引用这句台词的人都是在骂自己 所以建议谨慎使用